花林县长青书画会7月份在美术馆举办了汉墨丹青交流展 邀请到台湾知名的艺术家交流展出 作品是以描绘风土民情、风景名胜、个人创作风格 包括了水墨、西画、书法、摄影、雕刻等多种技法呈现 花林县长青书画会创立到现在20年 是由一群爱好书画艺术的老中青艺术家大结合 109年受文化局的邀请 7月份在美术馆举办大展 原本是设定两岸交流 但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改邀请国内知名的书画艺术家共同展出 作品相当精彩 邀请国内的一些知名的艺术家 所以我就邀请一些台义大、师大 一些知名的教授、名家的画展 邀请他们的作品来 因为这次的展览集结了 可以说是我们国内的一些艺术界的 都是一些大师级的 对 所以非常难得 因为很难得将这些大师的作品聚集在意 但是比较特别的是我这次也有邀请我们的那个 钻科老师 那他的作品比较特别 对那其他的画就是一些书法啦 水墨画啦、工笔画啦都是蛮知名的一些画家的那个作品 所以非常值得大家去抽空前来观赏 这次展览是以汉墨单亲为主题 作品描绘了风土民情、风景名顺、个人风格创作 并且以水墨、西画、书法、摄影、雕刻等多种技法来呈现 将近100件精彩的书画作品 堪称即国内书画家之大权 让花莲喜爱书画艺术的乡亲大饱眼福 却旅会幻视报道